我是爱的阿姨 调查疫苗中开场 开始 2023年4月24日 美国明尼苏达州相关部门 前明尼苏达州警官 关于名字 维基百科对于 Killing of Donald Wright事件 的档案标明 警官名叫Kimberly M. Potter 但是众多新闻资料上 都称呼她为Kim Potter 今天我们会用她本名 Kimberly称呼她 Kimberly M. Potter 在布鲁克林中心的一次交通拦截中 勿将自己的枪当成 太色枪及电击枪射杀了 Hunting Wright 派判两年徒刑 服刑16个月后获释 我们表示 Kimberly一周一 即4月24日凌晨4点 从明尼苏达州的监狱获释 并指出 提前释放Kimberly 是处于安全考虑和以防 域外暴力抗疫的可能性 所以她凌晨走 让她凌晨走 对 因为当时抓她的时候 是美国Botsmatter的包袱 就是也是很大的一个 影响的一个事情 Kimberly M. Porter 于2021年4月11日 执行时拦截车辆 发现20岁的非裔驾驶员 Ride是通缉犯 她当时驾驶着自己母亲的车 行驶在明尼苏达州 阿波利斯郊区 布鲁克林市中心的一处街道上 她在车的后视镜上 挂了一个空气清新计 这在明尼苏达州是违法的 因为这可能会影响着驾驶者视线 Kimberly和同事发现后 蓝停了Ride的车 发现她的车保险已经过期 就开始调查Ride的个人资料 结果发现Ride有一个 缺席法庭庭审的通知令 她身上有两起轻罪指控 一起是非法持枪 一起是不配合警察质询而逃跑 于是警察决定逮捕Ride 但Ride一听说要逮捕自己 立刻振脱警察的束缚 钻回自己的汽车里 并发动汽车 打算逃跑 Kimberly大声拱抗道 我会对你使用电击枪 并依据程序 多次强调电击枪 但她却霸成了真枪 并且扣下了扳机 这是美国警察行为规范中的要求 当警察认为有必要使用电击枪的时候 需要进行警告 Kimberly在警告之后扣动了扳机 但不幸的是 她当时手中拿的并不是电击枪 而是一把警用手枪 Ride在近距离被射杀后 依然驾驶车冲了出去 但很快撞在路边 造成一名刑人受伤 Ride在送往医院后 被宣布因肺部中枪死亡 留下了一名年仅两岁的孩子 当时的警察剧场Dean说 Ride之所以死 是由于他拒绝逮捕 是警察将枪支误用为太色枪的结果 现年49岁的Kimberly 是一名26年的老警察 怎么会弄混两种枪呢 明尼搜达州刑事逮捕局 检查了他执勤时的腰带 发现他的手枪在腰带的右侧 而太色枪则在腰带的左侧 该新闻稿引员刑事申诉称 这意味着Kimberly不得不用左手 将太色枪从皮套中拉出来 有专家指出 美国警察拿错枪误杀的事件 并不常见 但确实发生过 根据一篇2012年 刊断在法律期刊上的研究表明 学者统计2001年以来 全美一共发生9起类似案件 今年警察心理学的专家指出 在高压下 执勤警察有时候会做出 和预想相反的举动 他们会手滑 然后被更强烈的反击控制 他也指出 一般警察受训时 比起电击枪 有关手枪的拔枪开火动作 训练更多 斯科拉河马州一名白人副警长 误将手枪当成电击枪 错杀手无寸铁的非裔男子 2019年 密苏里州一名女警 也犯下同样的错误 加起来 自2001年以来 全美一共至少发生 10多几警察拿错枪误杀事件 报道指出 警察拿错枪的原因 包含受训 持枪方式 压力等 为了避免混淆 通常会信念 用惯用手拿枪 非惯用手拿电击枪 不过 南加州大学犯罪学者 埃夫等 无法确定 这理论是否正确 因为目前还没有 开学证据佐证 不过他认为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 不论外形 或是触感 电击枪的手感 类似 这或许是 凯伯林 错把电击枪 当成手枪 误杀Ride的原因 等一下 一个是左手习惯的 一个是 右手的 总共是习惯的 当时的明尼苏达州 圣保罗市市长 Kart 也在案发后的 4月12日 表达了同样的规言点 为什么 我们电击枪的外观 及触感 不能稍微的不同 这样就确保警察 在拿武器的时候 永远不会犯错 凯伯林 在案发后的第二天 即提出辞职 之后 警察局长也宣布辞职 2021年12月23日 经过大约4天的 陪审团审议 Kart 被判犯有 一级和二级 过失杀人罪 负责此案的是 亚裔女警官 Regina 她自2002年 被当时的州长 任命以来 一直担任法官 并参与当地 亚裔妇女组织活动 Regina法官说 这是一个 犯了悲惨错误的 警察的案例 Kart 以为拔出的是 太色枪 结果却是真枪 杀死了那个年轻人 法官Regina表示 轻判的原因是 Kemelin当时 确实试图 合法逮捕犯人 开枪也是为了 保护现场的 另外一名警员 若Ride成功 发动汽车逃走 另一名警员 很可能被汽车 拖刑而重伤 在2022年 2月18日的 关于量刑的 听审过程中 检方重申起观点称 Kemelin将判处 7年以上监禁的 刑罚是合适的 根据明尼苏达州的 量刑指南 一级一级过时 杀人罪 面临的监禁 刑罚通常是在 6至8.5年之间 Ride的家人 则要求判处 最高刑期 Kemelin的辩方律师 则表示 这起事件 完全是无心之过 在听审时 Kemelin再次 对死者家属道歉 并哭着 请求获得原谅 法庭上 Kemelin流泪 向死者家属说道 我带来你儿子 兄弟 父亲 叔叔 或者孙子的死亡 他对Wright的母亲说 Keddie 我理解母亲的爱 很抱歉 我伤了你的心 抱歉 慰恶 你们所有人心碎 他也向布鲁克林社区 道歉 说他喜欢在这座城市工作 而且在那里工作的人 都是优秀可敬的 事后 法官Regina 判处泛咬两项 过失杀人罪的Keddie 24个月监禁的刑罚 并在狱中服刑 16个月后 可获得监督释放 法官表示 Keddie 在26年职业生涯中 堪称楷模 当时是在旅行 作为警察的职责 而且他在试图 保护现场的另一位警员 如果赖特逃走 就会把周边警察一起拖走 不过 他错把手枪 当成了电击枪 法庭上 法官Regina 时间来解释了 自己的想法 他说 证据是无可真意的 Keddie 并不打算使用 他的枪支 这使得这起案件 没有 但是他是没有 打算伤害任何人 对 他的执警纪鲁一说 他是多次说了 我要用电击枪 电击枪不是应该 是一个棍子 不是 他每个人是枪 是前面都说 跟分析吗 是跟真枪很像的 触感什么 提示的周检察官 安里森表示 接受量刑结果 安里森说 法官对该案的考虑 认真 他的量刑 没有违背 陪审谈的裁决 只登地 米尼苏达州 最大的警察工会 发表声明称 感谢Regina的公正执法 声明说 我们感谢Regina警官 在她陈述推理中的 深思熟虑做法 因为她承认 Keddie 女士的执法行动 但是她犯了一个悲惨的错误 当时媒体报道 在Keddie被判刑之前 White的家人发表了讲话 受害人的母亲 Keddie发表了第一个声明 她含泪说 我永远无法原谅 你从我们这里拿走的东西 她要求法官 让Keddie担最高责任 Rite的父亲说 Rite对我来说 意味着整个世界 Rite孩子的母亲 也发表了最后一份陈述 Kimberlin Porter把我孩子最好的朋友 从她身边带走了 从那以后 事情就变得不一样了 我现在是一个单身母亲 不是自怨的 而是被迫的 宣判后 Rite的家人和律师 聚集在亨内平宪法院外 表达了他们的失望和愤怒 他们谴责Regina给出的刑期 远低于检察官的建议 家属之前要求判处无期徒刑 自然难以接受这个侵判裁定 Rite的父亲在判决结果 出来后现身一场记者会时 表达了不满 她对两年的监禁刑罚表示失望 认为法官紧跟着前警察 Kimberlin的感受 却忽视了遇害者与其家属的感受 她表示 失去Rite 我们感觉自己就像背叛了武器徒刑 Lite的母亲表示 Kimberlin谋杀了我的儿子 没想到司法体系 又谋杀了他一次 宣判后 布鲁克林市政府发表了声明 我们思念和祈祷 继续传递给Rite的家人和所爱的人 因为他们正在疗伤 我们的社区需要时间来治愈和前进 我们致力于继续与社区成员合作 创建一个更大更宽容 更具包容性的布鲁克林市 每次这种白人警察杀非议事件一发生 必然会有暴动 这次也不例外 明尼苏达波利斯地区在案发后 当日2021年4月11日深夜就已经出现暴动 打揭 明尼苏达州州长为了避免抗议事件扩大 当时宣布了该州进入紧急状态 发布入院后至隔日清晨间的宵禁 警方则在该地区周围加强戒备 而在案件宣判后的2022年2月18日 周五下午5点左右 美国明尼苏达州阿波利斯大约100名BLM Black Lives Matter成员 包围了他们认为是尼警官 Regina的公寓大楼 抗议他对一名枪杀黑人男子的白人尼警官 判了两年刑期 制法两年后的现在 前警官Kibling已经出狱 根据明尼苏达州法律 Kibling将在余下三分之一的刑期中 接受监督释放 该法律不允许表现良好的人获得假释 惩教部门表示 Kibling的监督释放将于12月到期 Kibling的律师告诉记者 这位有着26年经验的警官 不打算回到明尼苏达州 他将在另外一个州开始新的生活 有记者采访Rite的母亲 他说自己害怕 害怕Kibling被释放 正在努力寻找平静 他说 在Kibling的审判和定罪的压力下 他的身体遭受了很大的打击 有人说 我应该宽恕才能得到安宁 但我怎么能做到呢 我很生气 Kibling将能够看着他的孩子生孩子 并能够触摸他们 我总是害怕 我会忘记自己儿子的声音 Kibling不能再当警察 部分原因是他因为他被定罪 这给了Rite的母亲一种平静的感觉 Kibling再也不能以警察的身份 伤害任何人 Rite的母亲说 这是我们一家人唯一能够感受到的平静 2022年6月 布鲁克林中心市 向Rite的家人支付325万美元的和解金 Rite一家表示 由于其他不相关的法律纠纷 这笔款项至今仍未被分配 但他们有希望在未来90天内收到款项 那就是一个打错枪 误杀了一个罪犯 最后领了16个月的监狱 8个月的庭外监视监督 误杀也是杀嘛 他肯定是要进去的 但就是现在对于他的良心 就觉得那是不是合适 我觉得这个事情没有办法 因为通过很多资料上 专家确实说这可能发生 但是因为他牵扯到了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就在美国非常敏感的话题 所以才把这件事情扩大了 可能如果是发生在两个同一个族裔之间 就不会闹那么大 我们不对这件事情做过多的评论 只是把这件事情送上给大家 以上是今天视频 下视频再见 拜拜